大家好,这里是肉老师 今天来简单吃个烧肉 这间干杯烧肉和很有名的老干杯 是同一集的 就是那个世界首家米其林一型烧肉 另外还有黑毛屋和牛四十七 都是,全部都是日式烧肉餐厅 这里只接受团餐的预定 所以我不到六点就到了 但是必须人期才能入座 等到老板娘六点半过来又刚好过号 等的时候眼睁睁的看着服务员 把卖完的菜一个一个的插掉 心情更加紧张了 真正经典坐下已经快八点了 这里另外收10%服务费 还要根据情况有用餐时间限制 虽然这些操作很多餐厅都有 反正双向选择咯 我们也是到了店才知道 也很难临时转场只能来都来了 但是在一家卖烧肉的居酒屋 一个半小时的用餐时间还是有点紧张 看网友的经历 这个时间限制真的不是说说而已的哦 所以想慢慢吃肉喝酒的朋友 自行评估风险吧 进来才发现我们是和别人拼桌 这一点服务员其实提前告击一下比较好 里面四人以下的小桌其实很少 这里用的是店的纹箱烤炉 当然在商场里有正常我也不会期望是探炉 四周的墙上贴着各种亲吻的照片 原来是你和同伴亲吻10秒就可以换一份五花肉 没有同伴可以像这位小哥一样找个服务员试试 菜单我也没有太细看 因为除了肉之外我兴趣都不大 今天正好生日就白嫖了一个烧肉蛋糕 牛舌也是日式烧肉里面必点的菜品 这里的盐葱牛舌也是网上最多人点的 就是牛舌裹上葱和洋葱一起烤 葱香味不是很浓 口感是软嫩那种 虽然很薄但是味道却很浓郁 但是稍微有点令人不太愉悦的骚味在里面 如果是生日当天来干杯 可以享受这个蛋糕 算是个小福利 这么大个蛋糕 主要是靠后面的模具之称 上面几片是双酱猪肉 本来点餐的时候想点的 结果服务员小姐姐说蛋糕里面有 建议我们别点好评 下面应该就是普通肥牛吧 双酱猪肉看起来粉嫩 但吃起来就真的还好 不会肥腻也不会很香 咖喱鸡肉汤里面有各种蔬菜 青椒菜花秋葵什么的 有一种蔬菜大伦敦的感觉 汤的话就很清汤寡水 有一点点咖喱味 接下来是重头戏 烧肉组合一盘肉直接上桌 服务员也不介绍下 让人一连懵 我还以为10%的服务费 会有一个服务员全程帮烤 其实也就是偶尔出现一下 估计是太忙了 有人帮烤当然会好一些 这样顾客有更大的概率 吃到最佳状态的肉 不过牛排是有他们帮烤的 烤出来的熟度三成不能再多吧 还可以撒上一点黑胡椒 或者玫瑰盐提升下风味 如果是我在家里煎出这么红的牛排 郁折都是咬不动的了 不过这块牛排 却根本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入口非常的软嫩 仔细一看 原来中间还是分布了不少的脂肪 口感不错的情况下 并没有什么肉香 差点意思 后腹肉也是烧肉里 比较受欢迎的品种 这里用了烤肉酱调了下味 后腹肉口感是软嫩的 但有好多中间都有一条筋 需要多嚼几下 还好不至于咬不烂 晚上八点这里还有一个干杯活动 服务员在一顿活跃气氛后 邀请全场人一起干杯 来大家一起 到了八点二十还会送多一杯之前点的饮品 算是等位的一个小福利吧 另外的几个肉其实都差不太多 都是嫩中有点嚼口 整个拼盘吃下来给我的感觉就是 油脂是有的 但是不够有牛肉的肉香 感觉这个拼盘呢还是划算的 虽然贵 但是我们两个人是够吃的 能够体验到大口吃肉的快乐 这个生菜就和划算没什么关系了 烤肉一般可以包生菜吃来防止晕肉 不过这里的牛肉其实还好 不会晕肉 我最爱的烤肉吃法 当然还是搂饭啦 还可以配上一点烤肉酱 有一种吃牛肉盖饭的碳水满足感 这个八块钱的米饭还是好吃的 米粒饱满 无有所知 最后两个人吃了差不多七百 还剩了几天肉就想打包回去 给老板娘做个牛肉盖饭便当什么的 结果服务员说 生肉不允许打包 只能烤熟了再打包 我还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就有点生气的问服务员 我花钱买的东西为什么不能打包呢 结果很神奇的是 他马上就服燃 并表示 你可以打包 但是要签一个承诺书 嗨 你想我签承诺书撇清自己的责任 你就一开始大大方方拿出来呗 不丢人 何必要顾客生气了再说呢 估计这个时候弹幕会有人问 这个承诺书合法吗 我就较真的去咨询了一下律师 不意外合法 人家好歹也是个大企业 法务部肯定是有的 怎么说呢 商家想要多赚钱并没有错 这些规矩也有背后的逻辑 但是顾客接受这些不那么舒服的规矩 并不代表顾客接受任人宰割 反而商家应该更加自觉地 在有限的用餐时间里 提供更加过硬的产品质量 让顾客有一个更加满意的体验 否则只有规矩没有质量 岂不是严于律人宽于律己的双重标准吗 总的来说 如果你能接受各种规矩 烤肉技术过关 不介意拼桌 这里还是可以三星起步的 对我来说这次体验 很难让我有复够的欲望 总的来说异性 感谢你看到最后 这里是热心事迷肉老师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求点了就... 下期见